花莲县开林宫连续第16年举办寒冬送物资的扇刑 今天再度以开林宫扇刑协会名义捐出了1万斤百米给花莲市吉安乡寿风箱 还有弱势族群 市公所事劳客长肖子卫代表公所接受并且颁发感谢状 他表示这批物资会存入食物银行 在农历过年前要发送给竞品家庭 也感谢来自社会大众的关心 花莲县开林宫因开张盛王指示 每年都举办寒冬送物资公益扇刑 十多年来未存间断 今天再度以开林宫扇刑协会名义捐出了1万斤百米 给花莲市吉安乡寿风箱等公所还有弱势族群 我们开林宫开张盛王的富裕下 只是我们一直延续下来 在民国109年 我们的前会长李伟先生 把他现在成立这个善心学会的 这个来去当这个开张盛王 跟他的指示来继续 呼吁我们花莲县市的低收入户 边缘户 花莲市公所社劳科长肖子卫代表公所 接受并颁发感谢状 他表示这批物资会存入食物银行 在农历年前发送给竞品家庭 让弱势民众可以感受到社会的关心 今天感谢开林宫散心协会 也要捐赠了公所400斤的白米 那在今年1月的时候农历年初的时候 开林宫也要捐赠公所一批白米 那就是感谢 非常感谢开林宫生计协会 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公所的食物银行 那这批白米也会进入公所的食物银行 那在今年的农历的年前 因为天气非常的寒冷 那经济虽然慢慢的回升 那其实花蓮市内还是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家庭和朋友们 那感谢开林宫三星协会这次的协助 那只会在此代表花蓮市公所 呼吁各界三星团体或公廟 如果能力的话 大家一起来捐赠物资 帮助花蓮市需要帮助的朋友 那提早祝大家新年快乐 施工所清洁队员也特别把400斤的白米搬运回去 要送到食物银行 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前来申领 谢理会欢迎市报道